一人霍建华首度在节目谈及和林希如的恋爱过程,他近日接受鲁玉有约专访,霍建华2005年和林希如合作地下铁箱时,坦言刚开始就已经有感觉,因为是很好的朋友,所以我不想捅破, 担心连朋友都做不了,认识十年以来,和对方好的就像宝们一样,我没有几个朋友说真的,他如果不约,我基本上就不约,没有几个朋友约我的,就不想失去,他一直等到事业成功后才表达心意,当时女方已经有相当的演艺地位,如果我不能照顾她的话,这个我不敢的,公开认爱的霍建华,当时震撼娱乐圈, 回忆这段过程因为太累了,我们以前约会是很辛苦的,要躲来躲去,走那种地下室,等到公布之后,笑着说,当晚我带着她手牵手去吃火锅,那个火锅店是客满的,表情难养开心,那时候也算是挺风头浪尖的,但我觉得男人嘛,想做什么就做,一番真心话当场让主持人鲁玉眼泛泪光。